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今天是2024年4月2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AT開始直擊 今早我們有虎途政圈高級賊樂師譚志樂 和我譚海雲陪你一起開始 Anno 今個星期大四有什麼焦點 我覺得其實今天焦點 整體現成個星期 可能焦點上都是圍繞著小米 特別小米今天一定是市場焦點 始終新車發佈的整體是有驚喜的 這個在ADR上面都很明顯反映了 但是你說除了一些個別股份之外 會比較著重特別的PMI、ISM數據 因為無論是中國也好、美國也好 3月份最新在放假電商出路的製造業數據上面 的確有驚喜的 兩邊都是突然重上50水平了 反映了什麼 其實經濟活動沒有市場預期中那麼差的 這個對於港股的幫助性會相對比較大 因為你說美國上面即使看到ISM 在50水平以下 其實美股也是在升 因為炒金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對於中港股市來講 就是內地整個經濟面上 這些傳統製造業 對整個宏觀經濟環境來講的影響性 是相對比較大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藉著這些數據上面 帶動股市開始做好一點點 這個也是市場焦點 是的 我們節目踏入第二季開始 都有新面貌和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節目 以及推介給有興趣了解股票市場的朋友 如果你有投資方面的問題 或者有心得想交流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環境HKETF 在聊天室內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待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上是個別發展 芯片股做好 美國製造業活動意外回復擴張 債息向上 三大指數高開後就是個別發展 道指一度跌過300點 收市跌240點 收報39,566點 標指跌0.2% 收報5,243點 納指向上 收市升0.1% 收報16,396點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上升1.9% 歐洲股市上日是假期優勢 焦點科技股個別發展 Google升3% Tesla即將公佈第一季負運數據 市場預期安歸會出現下跌 股價一度跌3% 收市跌幅收窄到不足1% 蘋果股價要向下 芯片股普遍向上 AMD升1% NVIDIA一度升2% 收市未升 美光科技被大行上調目標價 股價升1% 台積電升幅超過4% 2月託正欠形式 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ADR普遍做好 北道美股高港股3% 阿里騰訊和美團ADR都高 港股超過2% 小賣ADR在公佈汽車售價後急升 累計高港股上星期四的收市價 超過13% 匯空ADR都比本港收市高 比亞迪比本港星期四收市低超過1% 一起看看亞太區股市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現在升275點 去到4078點 首爾綜合指數未跌 升離普通股指數升10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跌32點 和大家跟進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現在最新跌跌80點左右 恆指在16700點左右的水平 稍後9.4 對原盤後會和大家繼續跟進 我先和Arnold談談外圍市況 過去的長假期期間都多數據公佈 美股上日就個別發展 昨晚就是Arnold剛才說的 ISM製造業指數意外出現擴張 最新公佈的數據就是3月份 製造業指數就是50.3 其實是一年半以來 第一次上回到50樓上的擴張區間 市場原本預期都繼續在50樓下 預期的數據是48.4 另外上星期五 香港和美國休市期間公佈了PCE 周末期間鮑威爾也有些言論 先講PCE數據 溝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PCE 按月和按年的升幅 都是符合市場預期的 分別是升了0.3%和2.8% PCE按年的升幅 都是符合市場預期 唯獨是PCE按月的升幅 就略略低於市場預期 數據公佈了之後 鮑威爾出席公開活動的時候 就講到 數據令到他們有機會 對通脹下行更有信心之後 才會採取減息這個重要舉措 即是市場解讀 就是不急於減息 美股第一季見到顯著上升 標指升了1成 納指升了9% 三大指數其實上一季都創歷史新高 市場預期六月有機會去啟動減息 Anno你又怎樣看美股第二季的走勢 第二季走勢上 我覺得都跟第一季不會有太大分別 即是再破頂 再創新高 可以這樣說 你始終在說 其實你不是減息這個因素 影響過美股走勢 即是你會見到即使在之前這段時間 即是其實你看回我們在第一季開始的時候 市場的減息預期更加之強 三月份已經是減息了 接著最後 最終就是看到通脹整體延然落 那個幅度沒有預期中那麼大 但因為背後的原因是經濟強 即經濟強 導致到通脹水平沒有落得那麼厲害 簡單一點就是沒有一個通縮風險在 在軟著陸的情況下 導致到資金就是炒一些位於AI 甚至大家都看到 Indivia這邊的季度仍然是多麼強 即是你會不會突然間這個季度 開始NVIDIA或者大型股份上面 突然間特別是不受通脹 不是很受色律影響 好看回智商創新那些科技因素上面 不會突然間有些大轉變 所以其實那個trend 短期來說應該不會有太大改變 相反來說 可能最波動會是第三季 因為第一方面就是真正踏入一個減息期 你當時要選擇去減息 第一方面就是經濟活動可能會逐步轉慢 所以我覺得短線 在美股上面反而要消化 就是ISM數據上面 高於50水平的背後原因是怎樣 這個我自己都沒有完全看完 老實說一句 因為始終昨晚才出 我也是在放假 我又沒有這麼熱心 但整體而言 美國的經濟狀況 暫時來說的確是OK的 即是你沒有看到一個很明顯的硬著陸風險在 所以在判斷上面 暫時來說 我覺得一些熱炒的科技股 特別是在過去的季度上公佈業績很強勢 有很厲害的現金 例如剛剛說NVIDIA那些 或者不一定就是 說來講都是芯片股 還有好像Meta 有很強的cash flow這些 Netflix 或者我覺得好像Uber 不需要說一定是超大的 即是這類型強勢的股份 仍然繼續強勢 但問題就是 如果出現業績之後 那些很多潛在隱憂 譬如一直以來很弱勢的Tesla 或者說蘋果的產品 買得沒那麼好的Apple 或者就是Google 它新的XGBT上面到現階段來說 都未去到 即是它的生成AI上面 都未到一個明顯的收成期的情況下 這些股份可能會在低位上面比較波動 但是當我們討論整個指數上面 其實跟第一季整體走勢上 沒有太大分別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指數上面 就應該會相對比較輕鬆 那個上升通道應該還會保持 但是要去做部署的時候 當然就是看看有沒有機會 把指數倒進去接近上升通道的時候 去買 但是潛在升幅就不會太多 因為問題就是你看到 都升了很多上來 整體而言就是從直播率上面去看 即是你一個上升通道底部 買了 繼續升上去的話便會舒服 如果萬一穿了的時候 再指數再再避 這個就是指數上面的策略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在個別股份上面 都是追逐回之前 上一季度的強勢股 好 我們看看上個星期四 港股的情況 開圖給大家看看 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 這個是期貨的圖 開個指數的圖給大家看 好 港股在第一季最後一個交易日 升超過100點 但是整個季度埋單 仍然要跌超過500點 恆子上星期四 低開14點之後 之後在科技股的帶領之後 一度是升超過330點 收市升148點 收報16541點 國指升1.4% 科指升2.5% 大市成交1,172億 連續六個交易日過千億 總結第一季 恆子跌了505點 跌幅約3% 在年跌第四個季度 和大家跟進北水盤路 繼續錄得淨流入 金額是38億 淨流入最多的是 騰訊有13億8千萬 小米有3億 中行有2億5千萬 美團有3億2千萬的北水淨流出 跟Arnold討論過大市 我們分兩個時間 香港經歷了四天長假期 期間公佈了一些數據 官方和財新製造業PMI 其實都是比市場預期好 3月份的財新中國製造業PMI 升到51.1 超過一年以來最快的增速 持續在50樓上的水平 至於新訂單 也升到超過一年以來最高 另外早前公佈3月份 官方製造業PMI 就是5個月以來第一次重上50 即是調整水分界線流上 最新的數據就是50.8 這個數字亦比市場預期好 上星期四恆指上午升300點 內地股市亦在當日重上3000點 當日內地多個投資群組流傳 內地可能會推出中國版的量化寬鬆 即是說到人民銀行有機會落場買債 不過相關消息未獲得官方證實 市場就消化了這個消息幾天 香港隔期期間 其實內地股市在上星期四 就升穿3000點之後 其實上星期五和昨天 內地股市都是做好的 你覺得港股短期內 是否都能夠受惠於PMI數據理想 以及內地股市上升的因素大動 先看短期 你怎樣看港股這一段的上升 可以去到什麼水平 我覺得短期來說 先看17000點再這些水平 看看能不能突破 整體而言 我覺得PMI數據上面正確說 有一定的指標性 但問題我們又立刻在指數上面 恆指這段時間權重上面最重的是什麼股份 匯豐、友邦、騰訊 你會發現這些股份 全部跟PMI的關聯性很低